HELLO 我是金文老師 我們要來處理一題有關四個月算的應用問題 文字會比較多一點 來測驗考驗同學們在文字上的閱讀力 理解力跟整合力 再來邏輯去思考分析 讓題目做得更流暢一點點 那我們直接來看題目 第一題它是說測驗題20題 總共有20題 答對一題的話合5分 但是如果答錯一題的話 我們倒扣1分 那不答的話 這一題如果不去回答的話 我們是不扣分的 那我們看第一個小題是說 如果假生答對了15題 有15題是答對的 那也就是說答對15題 答對一題是得5分的 那答錯三題 可是這三題錯了 我們每一個都要再扣1分 所以有兩題是沒有回答的 沒有錯 因為15加318 有兩題沒有回答 那麼假生真正得到多少分 我想這一題非常的簡單 我們只要照著它的話去做 金融老師一再強調 看到文字多的應用問題 不要緊張也不要慌張 當然也不要去產生排斥感 就是其實文字多正好考驗了 我們能夠比別人更突出的機會 就是我們只要逐字逐字 細心的去唸就可以了 然後之後呢 我們照著它的意思去做 那也就是說 第一個他說答對15題 我們說答對就是以t true true有15題 那答對15題 因為每答對一題是5分 所以我們這邊就直接做成以5 所以這應該就是馬上就可以得到75分 但是呢答錯 答錯了呢 他答錯了三題 那答錯三題 這個要產生扣3分 因為他答錯三題 一題要扣1分 那另外兩題沒有回答 那就沒有分數 就不用列在這個計算裡 所以呢 我們最後得到的就是75-3 所以75-3 所以等於72分 我想這是第一集的答案 那第二題該怎麼去思考呢 這裡我們稍微寫一下 這也是72分 那第二題的答案呢 題目的想法邏輯是這樣子 他說以身呢 他只做了19題 那也代表說有一題沒做 但那一題沒做 我們就不去理他了 因為他不加倍也不扣分 那他得到了77分 也就是說他做了 他做了19題 但是呢只得到77個score分 他有77分 那以身做了對多少題 我們用一個想法 呃 教授老師來提供一個想法 當然這個想法不見得是 最好的想法 但是是教授老師的一個 本身的一個邏輯 我希望同學如果說能夠 適應這個想法的話 不妨可以試著一起 學習交流 當然做法可能有很多種 那教授老師是認為 先把每一題當作答案 如果說每一題都對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去看他的差 因為我如果有一題錯 到底一個對一個錯 中間差了多少分 才導致他只得到77分 所以另外如果19題全對 我們這邊寫一下 若全對 若19題全對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19去乘上5 59是15 再來就會得到95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應該要拿到95分 但是他只拿到77分 所以我們就來考慮 如果若 這是第一個 若我們考 只對18題 若18題 對 那因為這19題是要在做的 那一題是沒有做 那18題對的話 那就代表有一題 這個是錯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如果今天18題是對的情況之下 18乘以5 我們這邊會得到90分 再來呢 如果一題錯的話 我們要扣1分 所以呢 我們就從這邊 我們就會知道是90-1 會得到89分 你看如果今天全對 在全對的情況之下 我們拿到95分 但是錯1題呢 只剩下多少分呢 89分 也就是一來一往之間 差了6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很快速的運算 我們到底差了幾個6分 如果今天差了 再下去的話 就是變成89-6 89-6就是83分 比如說當他拿到83分 我就肯定說 他真正答對的只有17題 那答錯就是2題 那在這種邏輯想法之下 我們就來看看差額 所以這個看第三步 差 差 所差的一個分數 差額 這個指的是 我們就簡單寫個差 差多少 所以95 我們去減掉77 那減掉77的過程當中呢 就是差18 18分 我們差了18分 但是一來一往 所以每題就是3 每6分 所以我們就把18去除以6 所以得到的就是3題 那代表這3題是force 所以這一題問的是 答對幾題 要切幾題 題目問的是答對幾題 不是答錯幾題 那既然答對3題 那我們答對的就是19 減3 所以答案就是16題 所以這裡我們可以知道說 他答對的是16 我想這一題希望呢 各位同學們 在閱讀 帶著你們閱讀 能夠有幫助 希望同學們 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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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